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脉还有时机 在生肖学中 十二生肖财运各有不同 好好把握 方能开启一生财源 生肖数 二十八 三十六 四十三岁 数数人在这三个年龄时 财运较旺 有机会获得不错的致富机遇 特别是一九九六年出生的人 在二十八岁时 也就是二零二四年 和太岁三合 运成大涨 更容易因独特的眼光获得钱财 同时也更容易得到贵人相助 当数数人到了三十六岁左右 又有新的财源涌现 赚钱也变得更加容易 而且这种财源将会持续到四十三岁左右 生肖牛 三十 三十八 四十六岁 在这三个年龄 属牛人存在着发财的可能性 且容易意外获得财富 属牛人天生带有财气 但早年追求财富会比较辛苦 在二十岁左右 他们通常还缺乏经验和知识 容易因为自己的无知而犯下 许多肤浅的错误 然而 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到了三十岁左右 开始不断提高自己 变得更加踏实稳重 工作也更勤恳 所以 常能得到上司或朋友的欣赏 进而出现很好的机会 那时可能会一鸣惊人 而名声大噪 生肖虎 二十五 三十三 四十一岁 属虎人在这三个年龄左右 会有机会获得财富和名声 如果可以把握好 便可以快速致富 二十五岁左右 他们可能会通过家人或朋友的帮助 找到不错的致富路子 若是错失了这个机会 就要等到三十三岁或四十一岁左右 才有新的机会 属虎人有着王者的气质和强大的气场 做事雷厉风行 说到做到 只是缺一个良机 而机会永远是属于有准备之人 任何时候都别松懈 日后定能发达 生肖兔 在这三个年龄时 属兔人的财运最为旺盛 容易获得财富 属兔人具有卓越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力 在二十三岁左右就能凭借自己的才华而出名 遇到不少赚钱的机会 好运不断 在二十八岁左右 又会得到贵人的帮助 进入一段财运旺盛的时期 三十五岁开始 会连年头顶正观星 这象征着 他们有机会戴上官帽 穿上官服 步入高管层级的机会极大 因此 对于属兔人来说 关键就是要抓住机遇 发财指日可待 生孝龙 二十四 三十五 四十八岁 在这三个年龄时 属龙人存在着获得财富的可能性 钱财可能会广泛流入自己的财库中 属龙人非常具有商业头脑 同时在社交方面也有着独特的优势 因此他们的人缘很好 在二十四岁左右 他们就能凭借自己的判断力 抓住机遇赚到钱 三十五岁和四十八岁左右 也会有不错的财运 主要是来自身边朋友 能够接触到的不错的财源 在这个年龄段 属龙人不仅在财富方面 会有很大的收获 而且在事业上 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源和资本 可以大展宏图 生肖蛇 二十六 三十三 四十七岁 在这三个年纪 属蛇人都可能会有很好的赚钱机会 从而很快走上致富之路 属蛇人很早就会在社会中锤炼自己 吸取经验 因此人生经历非常丰富 在二十六岁左右就能够承担重任 果断做出决定 具有白手起家的能力 从无到有 而且他们很擅长管理钱财 眼光独到 能避免很多风险 找到可靠的赚钱项目 这也是他们获得财富的主要来源 因此 属蛇人应该在财运旺盛的年龄 好好把握机会 方能发家致富 生肖马 二十五 三十五 四十八岁 属蛇人在这三个年纪前后 最有可能获得财富 实现名利双收 他们具有很高的远见着实 做事会三思而行 只有在有足够的把握时 才会去行动 在二十五岁左右 是属蛇人人生中第一个 财运旺盛的时期 可能会因为家人的帮助 或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财富 在三十五岁和四十八岁前后 财运也不错 可能会遇到一些不错的赚钱机会 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贵人 这些贵人不仅能够为他们指明道路 还能够让他们总结经验 以更好的方式去处理问题 在这三个年纪前后 属蛇人可能会迎来财运旺盛的时期 有较大的可能获得财富 同时也可能遇到贵人相助 属蛇人充满激情 对于赚钱有着独特的见解 在经历了生活的魔力之后 在二十九岁左右财运较旺 这会给予他们足够的信心前行 在三十二岁到四十岁之间 是属蛇人赚钱的最佳时期 可能会得到金贵和福德福星的降临 财运增强 生活舒适顺遂 特别是偏财运不错 适合发展金钱有关的项目 但要注意不要贪心 见好就收 生肖猴 二十五 三十三 四十六岁 属猴人在这三个年纪 比较容易获得财富 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裕 同时也容易获得社会地位 他们非常精明能干 但有时候喜欢耍小聪明 因此在刚踏入社会时 可能会走一些弯路 不过属猴人反应能力很强 一旦遇到不顺利的情况 就能够立即吸取教训 找到问题所在 并及时修正和弥补 到了二十五岁左右 他们会逐渐获得发财的机缘 在三十三岁前后 可能会进入人生赚钱的高峰 之后财富也会不断增加 生肖猴 三十 三十八 四十六岁 在这三个年纪 属鸡人可能会遇到好的发财机会 从而实现日子富裕 他们年轻时非常自信 但也喜欢出风头 经过一些经历后 才会意识到积累人脉的重要性 到了三十岁左右 可能会容易获得财源 偏财运也会很好 即使错过了一些机会 也并不会影响其财富水平的一般增长 三十八岁左右 还可能会遇到新的赚钱机会 而且不需要太劳心费力 只要能够把握好机会 就能够积累家财万贯 生肖狗 二十六 三十三 四十岁 属狗人在这三个年龄左右 可能会财运较旺 有机会享受到富贵霜的 家庭和睦 子女孝顺等幸福生活 他们非常有责任感和道德观念 而且性格随和 交友广泛 因此拥有很不错的人际关系 在遇到困难时 能够得到朋友们的帮助 贵人运很好 在二十六岁左右 因为总能得到贵人的帮助 所以可以很快赚到钱 三十三岁左右 也有可能会找到自己的赚钱方法 生活会越来越好 属狗人只要肯动脑筋 大胆行动 就能够享受到很好的财运 很快成为富人 生肖猪 二十五 三十四 四十二岁 在这三个年龄左右 属猪人可能会遇到发财的机会 财源广进 属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很好 不会过分追求什么 在二十五岁左右 就有可能得到一笔钱财 其中 家人可能会是主要的来源 在三十四岁左右 又可能会进入到一段财运旺盛的时期 对于自由职业者和自主管理钱财者而言 这也是运气最好的时候 即使只凭直觉做决策 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 很容易赚到钱 到了四十二岁左右 财运可能会逐渐趋于稳定 生活也会变得富足 作家崔赫童说 人生是一座富矿 有待于自身去开采 每个人身上都蕴含着无穷的潜力 需靠自己去挖掘和完善 认知水平高的人 都懂得在日积月累中 不断增加优势 提高自身价值 往后余生 愿你抓住发财的机会 不断修炼自己 变得越来越值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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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剅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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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